大家好,歡迎收看馬面書Online,我是馬面人 這回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雙踏技巧Fuel In入門篇 這個技巧在本篇中是以16分一幅四連銀 分別以右手、左手以及右腳、左腳為一拍組合而成 然後放進一個小節裡共四拍 然後再用同樣的技巧分別將每一拍建立在鼓主的四個位置 從小五開始然後Tone1、Tone2最後是落地鼓 熟悉這個組合後試著將它放進節奏中作為過門使用 作弊小節 在熟悉这个技巧并稳定好拍子后 可以试着再将双手的位置加以变化组合 便可得到不同感觉的句子 而这样的技巧呢 我有另一个衍生用法 同样的概念以右手 左手 右脚 左脚的组合顺序 但是到第四拍时呢 只有一下 会那么做是因为四拍全满的话 在接下一小节时会听起来非常的紧凑 如果歌曲的速度偏快 会变成鼓的乐句听起来不能呼吸 而我比较不偏向这样的演奏方式 在乐句的编排呢 我习惯第四拍是以同跋声取代鼓声 让演音却灌满这个小节的尾段 演到下一小节的开始 在听觉上会多点空间 不会那么的紧凑 熟悉这个组合后呢 试着将它放进节奏中作为过门使用 这集的码面书 往外就到这边 如果你想要有更多这些的进修呢 可参考我的第一部线上教训影片 码面书双踏攻略进修篇 这次套设计给双踏入门者的课程 除了引导进入双踏入门学习外 同时也包括了训练四肢平衡 双踏拆点观念 越去编排概念的进阶课程 相信可以给你一定程度上的刺激 让你有不要的成长 以上 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按赞 分享 也可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或影片杂证 我的名字是Online 下回见 拜拜